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未入行之前我很喜歡手錶 我會很喜歡找手錶回來玩 研究 後來這個興趣就發展成了事業 由97年開始接觸手錶 由2002年我開了店 直到現在我們店店已經是大概16年 開始的時候基本上主要路線都是努力士 到後來大概2002年到2003年期間 我就開始發現Panel Ride其實很有樂趣 所以我就很專注地去做Panel Ride 曾經我們店舖最高峰的時候 我現在有四間分店 加上總存量大概500多隻 外形設計很獨特 很合適一些年輕人的品味 而且以前在它未出現之前 所有錶都做到很小 大概36-38已經很大隻 但它一出來的時候 就44 但當然我們說44 是未包括這個護格 比起一般其他品牌 例如Rolex Rolex那些比較保守 變了它的設計是偏向保守 是成熟一點 你說如果剛剛年輕一點的人 玩這隻就會比較好一點 加上一件事它也有一些好處的優點 就是因為它歷史不遠 它是以前三幾年的時候 是幫意大利海軍造標的 廠方是有這個歷史背景 當時不是民用是軍用的 還未推出市場 到93年 93年的時候它有小部分推出市場 那些所謂的裴Vrandom模特兒 那Vrandom是什麼 1997年 Vrandom就是Cardia Group 就收購了Panerai之後 就開始推出市場 大量的生產 它這個Panerai的歷史就是這樣 它歷史因為不太多 所以你很容易地去掌握 去了解它整個Hitory 以及它指標型號的進化 那這件事其實在玩標來講 是一個樂趣來的 舊型號的殼是大了一點 是很輕輕的一點 那當你兩隻一比拼 你就會發覺 咦 為什麼這裡會厚了一點 這裡會大了一點 那原來那一點影響到那個視角 你會覺得這錶會比較霸氣一點 數目線和一些條都很旺 那為什麼呢 其實這種物料叫Tritium Tritium在大概99年之後 已經是全線 那隨時製錶葉其實已經是不用了 一不用的時候 變成這種物料很稀寒 那大家都會去想擁有一隻用這些物料的錶 它會老化的 老化了的時候 開頭又白變黃 然後呢 有些就甚至很有趣的 這隻好像我這隻一樣 直接變橙的 變得很漂亮 那樣的價值呢 基本上是會 是倍數上的 有個問題就是產量過剩 那變成市場消化不切的時候 現在價錢有所回落 那然後這些東西呢 其實那個價錢現在 都算是很划算的 因為比起高峰已經回落了一半 那如果現在入手的話 是很划算的 那等著將來的時候 如果大家再找回它 掛著它的時候 那種價值就可能是 那樣兩倍三倍 那我自己有信心 那種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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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能一個圓 那種價值